离婚两周半的女人 突然找上刚当镇长的前夫 见面第一句话就是 今晚我能请您 吃包子吗 结果却遭到了男人的拒绝 楼小雅 你的脑门上贴上了过期两个字 我真要再使用 真会食物中毒的 崔向东说完走了出去 留下楼小雅实话当场 是啊 过期了呢 从向东亲眼看到我和赵剑 坐在一张沙发上的那一天起 我的包子就过期了 崔震 早上号 严主任 早上好 崔震 这次去南方还算顺利吧 还行吧 虽说遇到了点小麻烦 却也顺利解决了 崔震 我听说 您在南边 真把那些黑傻 卖出了高家 可不是吗 我也没想到 在咱们这儿 被视为毒鱼的黑鱼 到了那边后 起人变成了宝贝 人家那边敞开怀的收 每公斤的价格高达六块五呢 崔向东说的是实话 可有时候吧 你越是说实话 别人反而就越是不信 哎 当初我就说 镇山应该组织力量 把那些黑鱼 都送到南边去卖 可大家伙都不同意 只是搞得我相当被动 只能赶着鸭子上架 自己借钱 去拿鸣修售 事实证明 丰厚的收益 远超我的想象吗 他说的这番话 很快就从大院内传播了起来 崔正为了面子 竟然说起了胡话 很快 崔向东为了面子吹牛的这番话 竟然就传到了云湖县尾大院 简直是可笑 以后和崔向东有关的消息 不要再汇报给我听了 这种话虽说不是什么乐语 可让我听了后还是觉得心里腻歪 小楼姐 刚才彩虹镇的党政办主任 王领海刚拿来电话说 崔向东昨晚风尘仆仆的回来了 浑身油腻的样子 一看就知道他这次去南方各种不顺 可他今天上班后 却说他去南边把黑鱼 卖到了六块五美公斤 还当众埋怨镇上的干部 当初不支持他提出的建议 呵呵 幼稚 既然崔大嫂已经回来了 那我也该去会会他了 你哪天有空下去 我提前安排下 不用提前安排 就咱们两个 请车从前的去看看 小楼姐 周五那天 组织部就会去彩虹镇的 也就是那天会把张良华给调到宪政协 再把楼小雅越级提拔为镇党委书记 嗯 那就后天 也就是周四去吧 希望哪天他能有出色的表现 那样可能能勉强提起我的斗志吧 张书记 您怎么来了 有什么事您打个电话我过去就好 呵呵 向东镇长你可算是回来了 你知道楼县长已经到任了吧 我也是听老陈说楼县前几天就到任了 只是他非常的低调 连基本的干部见面会都没召开 向东镇长虽说直到现在 我也没见过楼县本人 但我却知道 张良华故意停顿 引起崔向东的注意后 才压低声音 他对你抱有极大的恶意 张书记 您何出此言 我和新来的楼县四位谋面 他怎么会对我抱有恶意呢 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不方便说 张良华开始假装高深莫测 而崔向东装得更想 故意眉头紧皱 向东镇长 我相信你家里 也肯定不希望楼县会仗势打压你吧 那是肯定的 张书记 咱们名人不说暗话 您究竟是啥意思 请直说 他 实不相瞒 因为我默许楼负阵 教好凡龙胜的事 引起了燕京秦家的不满 因此 陈阳集团再次派来的人 才把主持招商引资的工作 交给了楼负阵 这极大的打击到了我的威望 既然秦家这样对我 那我也没必要和他们客气了 我希望和你联手 共抗楼县 一个神患绝症随时都会挂掉的人 竟然和我大谈长寿之道 不过崔向东却始终脸色阴晴不定 并没有说话 向东镇长 你好好考虑下 我相信 只要你我联手 绝对能把彩虹镇经营成铜墙铁壁 张良华也很清楚 这件事他不能着急 只好先走了 他来需要重新研究下 给陈阳集团挑剩下的那两个厂子 得从中找出一个来 当作骄子集团的生产厂房 说在这边 孙向东决定还是先去现场考察下 娄小雅 我就问你 你还认不认我这个吗 这位可是青山市招商局副局长的儿子 彭远航 他就是我苦等太久的成龙家序啊 我不找 你觉着他好 那你嫁给他好了 你还认我这个吗 就得听妈的话 妈是为了你好 我说了 我不找 妈 你以后都不要再管我的事 这辈子我都不可能再结婚了 你怎么可能不结婚 小鹏这么好的人 你都不嫁 我看你啊 是还没忘记崔向东吧 你告诉我 是不是他又给你灌了什么烫米住了你 好端端的 他怎么把战火烧到我的身上来了 本想悄悄出门的崔向东 却被王彦霞随意抬头发现了他 姓崔的 你不要我闺女干嘛还要缠着他 难道你想玩一手 前期骗小三的把戏吗 一时间 在场的所有人 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崔向东的身上 王彦霞 娄夫人早已和我离婚了 他爱嫁给谁就嫁给谁 你们家的事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请你不要妄加猜测血口喷人 要不然 我将会走法律程序 来追究你当众造谣的责任 姓崔的 你少在这儿嫁猩猩 如果不是你贪恋小雅的美貌 用剑不得光的手段 迫使他不敢重新嫁人 只能满腹委屈地给你当小三 他傻了才会不想嫁给这么优秀的小鹏呢 王彦霞 你再敢当众无信我 信不信我让派出所的同志 把你抓起来 来啊 你现在就让把我抓起来啊 妈 你不要对崔震虎脚蛮缠了 我哪有虎脚蛮缠了 你敢说 崔相都没有贪恋你的美貌吗 此时 朕大院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几乎所有人的脸上 都燃烧着熊熊的八卦症 嘿嘿 刺激 简直是太刺激了 妈 别说崔震仗势逼迫我给他当小三了 就算我跪在他脚下 求着他能说我当小三 他都不会正眼看我一下的 我对天发誓 如果我在撒谎 那就让我生生世世当一个万人唾弃的浪货 现场忽然一下子死寂 谁也没想到 娄小雅能当众喊出了这番话 妈 我的终身大事你以后都不要再管了 我不想说 我和崔震的婚姻之所以破裂 就是你在其中起了主要原因的话 可我不得不说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也不会做出离婚的傻事 妈 你已经帮我丢掉了我最最宝贵的幸福 请你以后 不要再插手我的终身大事了 我以后嫁不嫁人 又或是嫁给谁 我会自己来决断 王燕霞嘴巴动了动 却什么话都没说出来 而娄小雅在说话时 女气已经冰了 妈 我郑重地警告你 如果你以后 再插手我的终身大事 那么我就和你 彻底地断绝母女关系 崔震 对不起 给您添麻烦了 还请您能看在我们曾是夫妻的份上 原谅我妈这一次 崔向东静静地看着她 足足十多秒后 下不为例 王燕霞瞬间清醒 娄小雅刚才那番话 彻底伤了她作为一个母亲的心 崔向东 我现在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现在立即马上和小雅复婚 因为我很清楚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其实你很清楚 你再也找不到 像小雅这样漂亮的女人了 你之所以 不等王燕霞说出来 人群外忽然传来了一个 冷清无比的女孩子的声音 你买来的自信 觉得除了娄小雅之外 崔向东就再也找不到 像她这样漂亮的女人了 听到这个女孩子的声音后 崔向东的心脏忽然跑跳了下 青梅竹马 消错 电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